新的消息首先要告诉您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国内长途电话费就要降价 采用跟试化同样的费率 每三分钟1.6元 全国1200万雇网用户 都可以享受到降价的好处 中华电信预估在全国采取单一费率之后 每年的营收至少将缩减28亿 不过NCC却认为费用下降 通话量应该会增加 对中华电信的营收影响不会这么大 讨论多时的全台单一电话资费 终于定案了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不分长途与试化 取消疫苗计费 费率每三分钟1.6元 减价时段长途每三分钟1块钱 试化每十分钟1块钱 全台湾1200万用户都适用 NCC指出减价时段目的就是促销 才保留差别费率 也取消新救治病行 使用新制 如果是新制跟救治分开 那我们关系的是 他对于这两个不同的部分 要怎么样去做宣导 花一段时间宣导 最后大家慢慢想到说 干脆就一个字 不要宣导了 反正打到都一样 全台单一化价上路之后 中华电信预估营收 每年会减少28亿元 不过NCC认为 化费下降将会提高民众 使用意愿 营收应该会上涨 它的价格下降 它的化物量会提升 它的总收益 应该不至于说 会降到28亿 减缩到28亿 NCC指出 早期是因为长途电话 有人工转接费用 但在数位化后就已经取消 因此要求中华电信的 长途化费必须降价 而中华电信应该会在 本周五之前提出完整的方案 单一化价方案在明年1月1号 正是上路的时程还是不便 记者欢迎入庄志诚台北报道